美方有关人士的陈词烂调充满了政治偏见与谎言 再次暴露了他在反恐和去极端化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也让我们看清了他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险恶用心 这里我要强调 第一新疆不存在民族宗教人权问题 新疆地方政府采取的是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外部的反华势力指手画脚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 我们会继续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 贯彻落实好我们的治疆政策 继续把新疆发展好建设好 新疆持续保持繁荣稳定 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就是对那些诋毁抹黑的言论 最有力的回击 中方坚决反对澳方一些势力和人士 肆意鼓噪炒作中国干涉论 无端地指责抹黑中国 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意愿 对中国发布的权威消息 置若网闻 总是热衷炮制一些漏洞百出 荒唐至极的所谓证据 谎言重复千遍依然是谎言 其结果只能成为 被一些反华势力利用的工具 澳方一些人士出于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 把中澳两国间经贸文化教育科技 等领域的正常交流合作政治化 把在澳的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的正常活动 和对祖国的真挚情感污名化 无端地进行歪曲和打压 已经对中澳合作势头形成了干扰和损害 这既符合当代世界潮流 有被社会公理正义 也必将对澳大利亚自身的国家形象和利益造成损害 我an起床了 我找到了 我做ował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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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公愿 哪个ؤ